時間來到了8時09分 7月2日早上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烯樂文調 divine 靶腸消息是 由上午8時至晚上9時 青山靶場粉領身為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 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 各家人士切密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關於國家衝入境管理局 由今個月10日,即下星期三起 就會向非中國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 簽罰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缺乎非中國籍 這個做法是類似回鄉證的形式 一個辭證的方式,可以往內地出入境安排 有比以往,這一類非中國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 他們可能要用簽證的方式出入內地 辭證人在新安排下,可以有一個證件 有五年有效期 五年有效期之內,可以多次往內地 每次停留不超過九十天 希望有助他們去內地 恰談商務、旅遊、探親、投資 研討、交流等等 一些短期入境的用途 也希望可以折省他們每次 申請簽證的時間和費用 怎麼看這次的新安排 受惠的人士主要是哪一類 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聊 日新聞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早安 早安 怎麼看這次的新安排 主要是便利哪一類人士 我們是很歡迎這次新的措施 我們亦都是 之前聽到不少少數族裔的人士 他們亦都有興趣想去內地 無論有些學習 或者交流 投資等等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 香港人已經是拿了永居 但是如果一直都不讓他們 要他們拿簽證 實在是廢時失時的 亦都是花費不少 所以這次措施是大大的 方便了他們 往返香港和內地 亦都是可以讓他們看多些 內地的情況 始終他們如果在香港是永居了 都是留在香港七年之後 才可以拿到永居身份 所以他們自己都 已經成為了香港人 但是如果我們 回歸祖國的時候 他們都希望可以擁抱 國家的情懷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們 有機會多些 上去內地看去考察 亦都是一個好的機會 可以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中國故事 由他們的口中和由他們的感受 亦都是可以 讓國際間也知道 內地的情況和香港的情況 過往反映可能有些不便的地方 最主要是甚麼 還有是哪一類型的少數族裔 或者是哪個年齡層 哪一類工種 你有沒有聽到的意見 是來自哪一類的 主要是去考察多 就是很多 很多的少數族裔 他們都有機會可以去內地視察 或者是看 他們的投資環境等等 這個也是影響了 他們會不會在內地投資的情況 我們也是過往接受不少的反映 就是說很麻煩 根本我們是香港人 也不能去內地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措施 是大大的方便了他們的出行 其實過往都有一些便利的措施 譬如在去年十月的先年報告 提出過香港註冊公司的外國人員 可以在香港辦理兩年 或者以上的北上多行的簽證 如果當中是屬於 本港永久居民的一些外籍人士 是可以申請最長五年的簽證 其實那個年期都可以去到五年 不過就是一個簽證的方式 和現在的最大的分別 是否最主要就是過關的那一刻便利了 還是怎樣呢 就是最主要的分別 和剛剛我說的這個過往的做法有什麼不同 你剛剛說的主要是商務上面 但這次他放寬的是 如果是因為投資、探親、旅遊、商務、研討、交流 這些原因短期入境 其實都是容許 還有只是拿著一張卡 就可以方便地往返 不超過九十天 我覺得這個也是提供了很大的彈性 還有在那個出行的原因 亦都是放寬了很多 就是剛剛你所說的 要公司辦理 可能還要給一些證明文件 那樣 所以如果你說是一些研討 或者交流、考察 那樣 我覺得這個都未必是很 過往是未必是很有彈性的處理到 但是這次我覺得 如果你放寬了五年的時間 是無限地出行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方便的措施 這次這個安排 你覺得還有沒有一些優化 或者接下來一些放寬的空間 舉個例子 因為新措施都是說 施容於香港永久居民 就是要駐滿七年 那樣 有沒有需要在這個位 或者空間放寬呢 第二就是五年有效期 那個證件那個有效期 是否可以放寬呢 停留不超過九十天 每次又是否可以放寬呢 即各類這些的規矩條件 有沒有一個放寬空間呢 我想內地會有不同的考慮 包括你如果是放寬了九十天的 那你如果真的長期去內地 超過一百八十天 是不是需要交稅呢 即在稅務上面 是不是會有其他考慮呢 還有如果你是這麼長時間 會不會是有其他的原因 是要上內地 包括是如果你是要做事工作的 那可能是要用另外一個簽證去處理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現在香港人 我們都需要是 如果你是有一個時間的限定 或者是內地有收入的 其實都要有一個另外的簽證 包括讀書那方面 其實都要有一個學習的簽證 那我覺得這個也都要尊重 內地的政策 和它的出入境的管制 但是我們都覺得這次是放寬 大大地放寬了 我覺得都已經是聆聽到市民的訴求 尤其是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訴求 但是如果你說再遲些 是不是可以由五年變十年 我覺得這個 看看情況如何再去和內地爭取 但是住滿七年永久性居民 這個條件 是不是一個必要條件 會不會可能未必需要住舊七年 都可以有類似這個回鄉證的安排 我想這次你是因為非中國籍 我想整個主要是理解政策的原因 尤其是措施為何去推行 我想他們都是想 因為你是永居 你有香港的身份 你也是香港的居民 了解到香港的情況 也都是有這樣的需要才容許你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也是給到永居身份的香港人 他們是有很類似跟我們中國籍的有同等對待 我們就是同胞 但是我覺得這次也是對於非中國籍的人士來說 亦都是感受到中國對他們的熱情 我見有些報道提到一些情況 譬如說文件裏提到 新的政策便可以便利到一些商貿的投資 教育科研等等這些活動 但亦都同時說到 不可以在內地工作 有些疑問 譬如舉個例 是學者可不可以受身演講呢 會不會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或者有些覺得要再交代多些 就這樣聽下去 他寫明的 就是因為投資 探親旅遊商務研討交流 我覺得每件事都有彈性 如果你是工作的 你是長時間工作的 或者是 我想政策上可以清晰一點 如果在中旅社發表也好 或者在內地 怎樣去令到有需要的人士 是真的更方便去往返 但是我覺得 都申請的時候 都可以問清楚的 就是可以是 如果我是演講的 這個簽證可不可以 還是要另外再申請 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都是行政上面去處理 亦都不會是很反覆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我們都見 工女社去辦理的證件 有預約 有程序 都其實很方便市民去處理的 但是我覺得都十分鼓勵到 非中國籍的永居市民去辦理 他們始終拿著證 到時真的有特別的情況 在需要 我覺得他們才可以諮詢 未來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提高一些在港的外籍人士 往內地一些便利的程度 我覺得在語言上面 可以給他們更多便利 現在我們在網頁上面 我開中旅社的網頁 就看到中文英文的 如果是可以再有其他的語言 令到他們更加便利 但是很多時候其實都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我自己有個需要才去申請 還有他們都會 在小組織的群組裡面 亦都會有朋友可以幫到手 但是我們都希望 可以增加個共融 增加他們的語言上面 障礙的情況 就是有什麼可以舒緩到 這些情況 還有在宣傳上面 如果是方便他們旅遊的 有什麼新的指示 或者是女法局 或者是政府方面 給到什麼支援他們 令到他們更方便出行 我覺得這也是有需要 好 麻煩了 容海恩和你聊到這裡 容海恩是新聞黨立法會議員 休息一會 不少聽障人士很關心社會時事 不過又有多少時事節目 關心聽障人士的需要 1980年開播的時事集錄 已經配有首要翻譯 透過節目 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 發生過的本地時事新聞 以及國際焦點大致 陪伴大家超過40年 時事集錄 逢星期六下午3時半 港台電視31 講講關於公屋方面 政府公佈了五宗定罪個案 被控公屋住戶 都沒有餘實去申報 擁有香港的住宅物業 被法庭判罰監禁14天 也有換刑12個月 另外也有罰款 住戶同時要簽出公屋的單位 究竟是否足夠客力 以及提到當局都在想 是否做一個獎金 鼓勵 舉報濫用公屋 同不同意這個做法 另一方面 另外公屋加租 也有報導提到一些消息 最快可能10月加租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在7月19日 會審議有關公屋租金的檢討結果 有一些說法 就說 受到一個最低工資的上條 以及公屋戶平均的入息 在今次檢討週期 都有較大升幅影響 可能按着既定機制 新的公屋租金 是會或可有加折法定的10%的上限 怎樣看 1723J 以前也路開放著 請兩位嘉賓 電話旁邊有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柯桑成早晨 早晨 小浪文 各位聽眾觀眾早晨 剛才提到五宗的定罪個案 你自己覺得那個阻嚇力算不算高呢 根據法例來說 距離最高的刑罰都有一些距離 但先說一下阻嚇力 怎樣看 我們見到這五宗的個案 其實都體現到公屋居民 是要如實去申報他的居住情況 包括他有沒有物業 以至乎到他那個租金收入 或是資產情況 我見到其實是具一個阻嚇作用的 亦都可以再一次 藉著這些個案提醒公屋戶 是要如實和按時去申報 才能夠令到那個制度行之有效的 有沒有一個警惕作用 你自己覺得今次這個判刑 其實公屋居民大部分都是很受規矩 也都見到其實他們對於每一次申報都非常緊張 我們在地區其實過往都接到很多不同的公屋居民 向我們查詢怎樣填 怎樣填不會填漏 還有大家都很如實申報的 在個案裏面我們見到其實有五宗個案 其中三宗是輪候的時候 是作出一些漏報或者叫做虛報 我覺得這個情況應該要再進一步 多些支援給他們 他們不想陷入這個漏報或虛報的情況 最重要是讓他們知道 他們手上任何的資產也好 有物業也好都要如實申報是最為重要的 例如哪些支援呢 你覺得他們真的無心留步了 其實我見到大部分公屋居民都如實申報 確實也不排除有一小部分 它有不同的原因去作出一些個人的行為 我見到以往屋邨辦事處的同事 都會主動在屋邨寫字樓 都會開一些叫做服務站 去幫一些居民講解一些添報的情況 而我想我們作為地區的議員 其實我們都在議員辦事處 都會協助市民去解釋或填報那個申報表 那一小部分如果他自己 基於不同的個人原因去漏報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要嚴懲和打擊的 另外講講之前房屋局局長何永然 在報章的訪問都有提到 就是被問到是否會打算設立一個獎金 去鼓勵市民舉報濫用公屋 他就說是在籌謀 亦都說對於社會有意見 舉報行為會破壞倫理關係 他亦都提到一些例子 比如說公屋居民將單位出租 或者開幾台麻將去抽水 給很多陌生人出入 是否一個倫理 這些是否好的倫理 他就提到這些倫理關係 就應該停止 籌謀的獎金 你自己同不同意 我自己支持房署設立獎金制度 鼓勵更加多的社會人士 也就是房屋居民 作出一些舉報 其實要留意到 其實過往房屋處 一直透過不同途徑去收集情報 我們都有時會收到居民 向我們主動提出 一些濫用公屋情況 而這些情報 其實過往都是一個很科學的程序 去決定究竟他有沒有濫用的 包括可能有保安員 長期留意著單位出入 水錶 電錶 其實這個情況是一直都在做 但我覺得其實透過獎勵制度 去讓社會各界人士都協助舉報 其實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辦法 我們終極做這麼多的原因 都是希望我們公屋資源 是來之珍貴的 是真的幫到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是讓他一個安樂窩 我認為其實這些獎勵制度 都是一個叫做適時的做法 現時都有舉報制度 為什麼要用一個獎勵的方式去舉報 現時的舉報制度 有不吸引的地方嗎 對於一些想舉報的人士 現時的舉報制度 很多時候都是透過居民的主動舉報 或者房署主動的調查 我們見到其實舉報的數字都是有的 但是我們都是參考 例如是好市民獎 去做出一個獎金舉報 是希望能夠令到全城都知道 其實公屋是真的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基層市民 以至乎是對入住的公屋是有需要的朋友 我覺得現時的申報制度是存在的 但是透過一個叫做獎金鼓勵計劃 是會更加令到社會國界 也至乎市民、公屋居民都可以一起推動 另外其實除了獎金舉報制度之外 其實現在都是有引入一些管理公司的 一些不同的舉報制度 當六合立案調查是成功的話 其實相關管理公司都會在服務表現上面 都會有加分的情況 會不會造成一個所謂舉報的文化 或者甚至是一些濫捕 甚至再達至一些擾民的程度呢 我自己就反而不是太擔心的 因為其實每一宗舉報 房署的同事都會深入調查 是有些客觀的數據 或者科學的數據去作出支援的 包括剛才我所說到 他們會透過一些的 譬如保安員的日常的巡查 電錶、水錶 以至乎那個單位的出入情況去作出跟進 我很有信心的 對房署同事這方面的把關 是一定做得好的 但如果下定獎金 會不會好像真是好市民獎金 現在說三千元的獎金 水平應該怎樣定呢 其實我覺得獎金都是一個鼓勵制度 加上其實現在都是開初大家熱烈討論 我相信細節位房署同事是會繼續將它深化的 我對於三千元的金額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你會見到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鼓勵的情況 也都不擔心 因為有三千元的獎金 是會令到這個舉報文化會被濫用 另外見到房屋局早前都有提到 有九個公屋租戶 在申請公屋的時候 門部在內地或澳門擁有物業 最近房署去信內地省事 和澳門的機構查詢 回覆確認有關的租戶 確實在內地和澳門 是有住宅和商鋪的單位 這個可以怎樣看數字 以及怎樣增加會不會有些行常機制 令到更加清楚一些相關資料可以拿到 其實我們看到的數字 都是一個叫做 經調查了之後出來的數字 我對於這個數字 我自己都不會感到太大的嘩然 因為確實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公屋住戶都有機會 在國內有一些叫做物業 你都知道其實我們房署同時 今次都很清楚 如果你有物業的話 你就需要遷出公屋的 對於這個數字 我自己認為其實只是 那個叫做抽查結果 出現一個正常的情況 其實往後的抽查 我相信都要靠居民自動去提出 自動去申報 因為所有申報制度 責任都是由居民第一身 去作出一個誠實的申報 至於申報之後 處方同時覺得個案有懷疑 以至乎是有收到調查 收到舉報 或者他覺得個案裏面有懷疑 他就會進一步去跟進 另外有關於公屋加租 不過時間差不多 我們稍後回來再找阿創成 聊一會兒 阿創成就是房屋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有關於公屋加租方面 根據現行來說 就是每兩年會檢討公屋的租金機制 加租的幅度就會視乎公屋居民的入息變動 根據報道所說 就是受到最低公司上調 公屋屋的平均入息 在今次檢討週期 有比較大的升幅影響 所以就說 根據公屋的加租機制 可能會用到 加到法定百分之十這個上限 怎樣看一百七二三一 如果加到這個幅度 對於公屋屋的負擔怎樣看 稍後回來我們再談 剛才說到關於公屋租戶 除了一些打擊難貌公屋的情況 一百七二三一一 繼續熱線開放住 還有提到 涉及到有報道提到 明報其中提到 最快十月加租 涉及到80萬公屋租戶 就說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在7月19日開會 審議2024年的公屋租金檢討結果 根據明報消息所說 受到最低公司上調 以及公屋屋平均入息 在今次檢討週期有較大的升幅影響 按著既定的機制 新的公屋租金說 它會加到法定的百分之十的上限 同時也提到政府和房委會的財政狀況 都不及以前 傾向不會代繳 以及不會寬免公屋租金 計算2018年之後再次有這樣的情況 一百七二三一一 一百七二三一 一百七二三一 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柯創成早晨 早晨 早晨 小朗文貴聽眾觀眾早晨 早晨 剛才提到一些消息所說 你自己覺得今次這個加 如果是加租的話 最主要的原因是否剛才報道所說 或者你自己覺得 有機會加租加到多少 以及最主要的因素是怎樣 我想根據房屋條例 但是十六條A 房委會是需要按照法例 可減可減機制 去每兩年檢討公屋組金一次 其實這次的檢討 應該是兩年前 即是接下來十月 都有機會 是要再進一步 再出檢討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整個檢討 按現時來說 其實我們都是透過統計處 入息去抽樣去統計調查 所有收集的數據 反映在2023和2021年 公屋家庭收入的變化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變化 都會有不同的參考數據 就作為房委會 每兩年來頂一次的公屋加租的情況 現在其實平均 我們公屋戶的租金 每個月是兩千兩百元左右 按照法例的話 其實它的加幅 不可以超過10% 10%就封頂了 但是減幅可以是無限的 減租也不及下限 所以按道理來說 我們都要看防委會 防署同事 如何交代進一步的數據 再去處理 所以暫時你看到的資料 你自己評估或預估 會不會是上條 首先就是 而且那個加幅 會不會是去到 根據報道所說 是一個封頂位 是否去到百分之十 我自己看現時的情況 其實加租的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但是最終都要等他們 提交相對的數據和數字 給我們做一個參考 而它的加幅 是否去到十個百分之十 其實按現時的材料去看 是都有機會的 但是這個封頂位 再一次重新 其實是十個百分之十 如果我們平均 我們公屋戶 是每個月兩千兩百元租金的話 我相信公屋戶的負擔能力 是可以做到的 嗯 承擔到 你覺得到這個 就算加到封頂位 我們見到這個公屋戶的負擔能力 其實都很取決於那個加幅 如果我們按現時的機制 可減機制 我們的加幅去到封頂 十個百分之十 我們的加幅的金額 都約莫是幾十元不等 坦白說 最終都要視乎那個報告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出了報告之後 我們要去認真看看 究竟當時的社會情況 以至乎到 是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幫到一些 最有需要幫的困難戶 嗯 例如針對某一些困難戶 你覺得應該 在加幅的情況下 要怎樣 可能由防委會 還是由政府 幫它封面或代叫 是否這樣 是否封面 我覺得是持開放態度的 關鍵其實 每位房署都是一些機制 是幫我們一些困難戶的 包括我所說的 我們一個叫做 租金援助計劃 而根據房屋處的數據 我們看到 其實復償之後 租金援助計劃的申請 都是持續下降的 這個說明了 是不是真的 事到這麼好 以至乎到 那個叫做 租援的申請 是有所下降的 這個要再進一步 拿數字 不過其實現行 房署都是有一些 發一些措施 是幫一些困難戶的 我相信這個要等到報告出了 我們再進一步去看整體的情況 再作考慮 整體你見到 剛才提到一些消息所說 傾向是不代繳 和不寬面租金的 你又同不同意 今次這個做法呢 國外當然有試過 但當然也有 不少次是有寬面租金的 應該是跟哪個做法去做呢 其實我們見到 現在我們基層的住戶 確實是面對一些 極大的經濟壓力 其實公屋租金調整 對相對困難的住戶來說 是一定會有影響的 也都令到它的負擔加重了 但我覺得要整體去評估 究竟結果出來之後 如果我們以封頂位 10%來計算的話 這個實質的加分是多少 第二個就是說 不論以往是寬減 或者接下來會不會有寬減都好 我想都要視乎現在 現時政府的財政狀況 大家明白 其實我們現在都要想著 怎樣能夠叫做 開源折留 以至乎都用得其所 那我很相信 當那個檢討報告出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有空間 還有時間去作出討論 現在根本公屋租金的檢討機制 主要就是 剛才都提到 會視乎公屋居民的入息的變動 就沒有說有一個因素 是考慮通脹的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 在考慮公屋居民入息之餘 都要考慮通脹這一類 或者其他因素呢 其實過往社會上 都用不同聲音 去討論到這個機制 怎樣能夠更反映到 現時實際公屋居民的情況 我自己認為 其實這個租金調整機制 是可以更加與時並進的 剛才所說的 我按個機制計算那個租金 然後再考慮一個加幅 我都支持 其實應該在機制裏面 是引入這個通脹因素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的通脹情況 都比較嚴重 加上這個數字 而放下去的話 其實進一步 如實可以反映到 現時的社會情況 以至乎租金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放下去 是可以令到 處理公屋加租的時候 更具彈性 好,謝謝阿創成跟你談到這裡 阿創成是房委會 資助房屋市會做委員 休息一會 當你發現你的手手腳腳 有水腫的時候 是否代表你的腎有毛病 有沒有聽過益生菌 既然是菌 為何又會有益 我是劉澤昇,是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我是何繼良,是神病科專科醫生 我是李國貢,家庭醫生 我是麥永哲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我是陳家亮 是一個腸胃兼肝重科的專科醫生 整理一點,港台電視31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之前我們也談過關於大嵐隧道 大嵐隧道的專營權 就會在2025年5月底解滿 運輸及物流局早前 在社交專頁上都提到 現時大嵐隧道的繁忙時間 使用率超過八成 是否可以回應市民和運輸業界的期望 適度下調一些收費 去管好流量 提到可以充分利用大嵐隧道 做一些剩餘的容量 是為屯門公路和套路港公路減壓的 做不做到這方面的車流上的分流 剛才說到屯門公路和套路港公路 都是免費的 如果是現在大嵐隧道這個收費水平 下調收費要去到多少 才可以做到分流的作用 172311,電話路開放了 請兩位嘉賓 有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文宋,早晨 早晨,焦先生 你好 各位市民早晨 你好 聽到我說話 聽到很清楚 你們行業或者 我先說一下 你們行業或者運輸行業 其實一般選擇 譬如屯門公路 套路港公路 還是選擇大嵐隧道 你們的考慮因素是怎樣 先回答這條 回答這條 為什麼呢 我們一般來說 好像以前那樣 就沒有分的 哪條方便行哪條的 但問題上 現在好了 現在那個 但是,從這個全赤隧道開放了之後 變成那些車 這個上水 這個分領的車 湧過來這邊走 走到屯門 市中心 一大便 經常癱瘓的 有這種情況 這個問題上 現在政府既然提到這件事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覺得很奇怪呢 現在社會在進步 你每天在收多少錢 我們香港政府 是否要檢查 現在的政策 有沒有前線實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現在那個社會這麼開放 你現在還在討論 收費的問題 人家隔離的城市 尤其是深圳 已經二十年前 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我們現在政府才做 這個動作的意思是嗎 你意思是 人家二十年前 已經全市開放的那個收費 收費請 那些沒有收費請 沒有收錢的 免費 全部都免費了 免費的 為什麼 說了又說了 為什麼呢 人家覺得 一早有前線性的政府 一早做了這件事之後 還有香港那些老人家 免費坐車之後 為什麼這些人現在 上去北上 上去深圳 消費什麼原因 我們政府還在蒙茶茶 還在討論 討論這個 小打小鬧 三十元 百元這些事情 人家大政府已經做了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還在討論 我覺得香港現在不是收多少錢的問題 是起碼令到現在市面上 我們的市民又能夠生活下去的問題 是不是 大廉隧道 現在的大廉隧道 我見譬如你們貨車 都要內計七十元一程 是不是這樣 大廉隧道 七十三元 我們貨櫃車七十三元 如果沒有車貨 就三十五元 如果去到減價或者免費 你們怎麼考慮 在什麼情況下 才會用大廉隧道 還是 都是減回屯門公路方面 如果你減價或者免費之後 那些車基本上就很平衡 社會又平衡 那個交通就平衡到 最好就不用免費 那些車哪裏失車就行哪裏 哪裏不失車就行哪裏 市民有個選擇 現在你說收多少錢 市民那些就沒得選擇 但是免費會不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我見到局長都說 之前都說 可能減價都不會減得太多 因為擔心一個情況 就是大幅減價會引來一些額外的車樓 會不會塞車呢 導致大膽隧道有 我相信局長就不食人間煙火的 他坐在自己的樓上 因為他不跟我們普通市民 天天在那裏運作 貨運那些市民 天天住在門元朗區的市民 我相對局長都不是住在那邊的 他不知道那邊那個混亂的情況 就是他想一些事情 就是跟那些 譬如說那些商家想一些事情 他就不會跟我們市民住在一起的 他住那些半山 他覺得沒那麼不同 真正的市民 天天在元朗市中心 即是屯門那個市中心那裏塞車 你就知道那個虎房 現在基本上你開放了 給市民選擇 走哪條在市民選擇哪裏塞車 就避開它走哪裏 這些是普通的我們運輸的做法 但他擔心會不會有額外的車樓 因為大嵐隧道好像方便一點 沒有的 現在我參考 因為深圳開放了20年 我參考人家的交通方法 是沒有問題的 哪條路失去走哪條路出來 因為市民有個選擇 變成交通一暢通 經濟一暢通 經濟一暢通 經濟就容易恢復 現在你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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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又說收錢又說不收錢 我們香港已經落後 你20年還討論這件事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OK 最理想最理想你的想法 當然是免費 但如果真的未必是一步到位去到這樣 中間可能都要減價 那可能他減到什麼位置 你才覺得可以接受 或者有些方法 有些提到分時段收費 這樣又行不行 如果我們香港 基本上我們說話說大方 不是說那些十元 那些兩元 那些老人家 如果大方向香港 繼續要前進 要有前尊性 你全部取消他的隧道費 不可以任意妄為 因為以前我們香港 已經錯失了很多 錯失了人家20年 現在搞到香港那些 產業化全部都空溜溜了 明白嗎 現在要救忙了 不是發覺我收多少錢的問題 是不是 現在要將香港市面的蕭條情況 要扭轉過來 其他慢慢說 應該全部免費的 OK 好 謝謝 我是代表港大的市民的心聲 我們的政府 不要小打小鬧 圍了幾元 在這裡消耗那些精力 不要糾纏這些小問題 要解決大問題 令北上消費到老人家 回到院校 好 謝謝陳文聡跟你聊到這裡 陳文聡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 他提到如果真的現在的說法 運輸給物流局 政府回應市民和運輸業界的期望 息到下條大嵐隧道的收費 陳文聡就直接說不如免費 更加好 他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們請到一位嘉賓和我們來討論 有元朗區區議員司徒俊軒 早安 早安 你好 早安 今次因為都提到如果大嵐隧道 首先就是他的繁忙時間的使用率 都是超過八成的 都未用準 是否可以用他的成員容量 去幫助屯門公路呢 以及吐露港公路呢 你的看法 你自己怎樣看 是否可以利用這個價格的調整 去幫助或舒緩屯門公路的擠塞情況呢 其實確實是的 如果我們現在元朗區 要出去市區 三條路而已 一就是屯門公路 二就是經深田公路出去 三就是大嵐隧道 其實我們作為駕駛人士 大嵐隧道肯定是最好走那條路的 但是一個個不願意走大嵐隧道 最主要原因就是貴 一下出去就五十幾元 其實那個收費是相當之貴的 當然我們聽到政府就說 明年收回那個專人權之後 其實我們議會討論過 就說最好當然是什麼 最好當然是免費 但是當年免費這個 我們都知道是不可行的 但是我想基本的共識就是下條收費 這個我想都是我們地區人士 或者可能很多業界人士的共識來的 為什麼免費不可行 或者下條收費 你們覺得應該是定在什麼水平 考慮什麼理由 隧道那個始終都是有一些 叫做維修保養的費用 如果你說免費 如果根據處方 他說現在都已經八成了 我看回區議會 之前他回覆我們的文件 他說南行的就有接近八成 北行的都有五成 其實都有相當的車流量 那個維修費其實都要在 所以你說完全免費 我想這個實際上也不是太可行 我想收回一個合理水平的收費 我想是可取的 我覺得可以考慮就是大腦 大腦山隧道作為一個參考 大家的長度相約的 既然大腦山隧道可以收二十元 其實大腦是否都可以參考這個價格 去做一個收費呢 你意思就算收二十元 日後在大腦隧道 都可以有吸引力吸引到 那些原本行免費的條門公路的車流 過去走大腦山隧道的 我想可以的 因為始終那個都是公路 隧道出去 就是駁回丁偶橋 始終都是一個比較好行 和便捷的方法 事實上我們基本上 元朗區的巴士 都是行大腦隧道的 如果這個隧道相應下調的話 我們期望巴士公司 亦都會相應下調的車費 我想這個是市民可以受惠的 在你第一區議會談的時候 有沒有提到 如果下調到這樣的水平 這個收費水平 會不會造成一些額外的車流 或者某些位置塞車 有些樽頸位 會不會這樣 我們在議會 我們沒有談得太詳細 就是說那個實際收費水平去到哪裏 只不過我們提出 參考大腦山隧道的原因 就是那個長度其實是相弱 甚至比大腦山隧道更要短些 只不過我們提出一個這樣的參考方案 甚至有議員同事提出 是否可以做分流等等 即是我們就談 我們就沒有談到很實際 還是哪一個價格上程 我想這個都可以留下一個彈性 給政府去決定的 我見運輸客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之前做專訪 有提過說 怕減價太多 會更加多的額外車輛 南下 導致丁九橋會擠塞 提到這個點 你們在區議會有沒有談過 這個 是不是一個地方要考慮呢 比如在丁九橋有機會擠塞 事實上是的 因為屯門公路和大腦隧道 剛剛那個中段連接就是丁九橋 事實上是 無論是現行 屯門公路免費也好 免費行也好 大腦隧道收回現在的收法也好 其實去到丁九橋都是 在繁華時段都會有一定的車流量在這裏 所以我們其實在議會 無論是前很多屆都好 其實我們都已經在談 是不是有一個新的幹道 可以舒緩到元朗屯門的交通濟室情況 其實部門是有提出過 就是輕月十一號幹線這個方案 但是都已經攤了很一段時間 我們都其實在議會裏面多了強調 你應該是要有一個新的幹道 去真真正正的舒緩 那個交通濟室 未來元朗區有元朗南的發展 有洪水橋的發展 其實這些新的幹道是很需要 盡快上馬才可以真正的舒緩到 元朗區的交通濟室情況 就算大眼隧道免費也好 其實出去一樣都是實的 另外有些建議就是 是否可以參考海底隧道分流方案 有些分時段的收費 譬如說是否繁忙時間就不減價 但是去到非繁忙時間 就可以在大陸隧道減價呢 有沒有去談得那麼細 這些點都有談過 我們就沒有談得那麼細 不過我個人意見 繁忙時段 現在好像在西稅一樣 收到六十元在繁忙時段 一樣是有人走的 換句話說 如果我繁忙時段 駕車上班的話 屯門公路 如果收回現有水平五十八元 我一定是有選擇考慮 我一定是走屯門公路 其實就是沒有分流過 因為我最主要在繁忙時間裡面 我是要做分流的話 隧道應該去減價 我才可以做到分流 但是我按現在三歲分流的做法 在繁忙時間裡面收得更加貴 那我怎麼會做到這個分流效果呢 除非你說分流就是 它在繁忙時間 OK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好好 謝謝斯陸俊軒跟你聊到這裡 元朗區區議員斯陸俊軒 謝謝斯陸俊軒